黃傑特別有高雄北三位國文加油 高雄市議員黃傑連續兩天台北輔選 陪著立委參選人被台灣掃街呼口號 27號傳出的黃傑本身也可能成為參選人 要接棒投入高雄第六選區 秘書長打來告知我這個消息 所以我接到這個消息 當然覺得很尊重黨中央 然後接下來提名小組跟中指會的決議 那如果在中指會確定通過這樣的徵召令 那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勇敢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只要通過提名就會全力以赴 對於是否參選黃傑松口 也透露了趙天玲已經打電話為他加油 趙天玲委員第一時間就打電話給我鼓勵 然後也說會全力支持我 也很肯定這個決定 趙天玲24號確定退出選舉 到底誰該接棒地方聲音不斷 整整三天可能人選從資深議員國建盟 到友營會成員黃文藝 最後民進黨高評提名小組 傾向提名2022年高雄市議員 最高票當選連任的黃傑來接棒 有可能的人選去做分析給中央 原則上還是必須有中央的提名策略小組 去決定最適當的人選 高雄第六選區這一席 我們把它穩住 我想這是我跟黃傑最大的一個期待 今天還是恭喜黃傑能夠承擔民進黨 在這選區的重責大任 黨內同志提早加油打氣 但是黃傑是否獲得提名 28號高雄提名小組成員陸續抵達了黨中央來開會 預計11月1號中職會上正式討論 要把握所剩不多的時間 衝刺選情 三地新聞 游文斌王晨 易俊宏 SN小組綜合報導